百万博主竟然欺骗粉丝将售后拖了两个多月 还没有给解决 事情是这样的 昨天有个粉丝找到我 让我去带他带踩一个XXMAX的拆机屏 正常单买这种屏幕呢 我都会问一下 你们是自己装了 还是有专业的帮忙装 专门说一下装机的风险跟注意摄像 所以说这个事件呢 他就出来了 这个粉丝今天中在一个百万博主那里 买了一个XXMAX20G 中途使用中不想先将显示屏跟后波里摔碎了 然后就寄给这个博主 让其帮忙自费维修一下 这个博主给报的XXX新屏是1200 后玻璃300 粉丝想本身就是买了一个二手手机 没必要画全新的屏 就想着让博主给找一个原装的拆机屏 但是这个博主给了这样一个回答 市场没有原装拆机屏 缺货让粉丝等一等 用这个理由一直将这个售后拖了脸的多月 到昨天寄到我这的时候都还没有给他处理 听到这个事我确实比较惊讶 作为百万博主 粉丝拥护你支持你 你们不应该用你的专业 给粉丝们带来福利跟实惠吗 为了让粉丝换全新屏 获得更高的利润 你们竟然能编出来滑枪北缺货这种词 你们平时去三楼四楼拿货的时候 一楼二楼不都是原装拆机屏吗 什么时候 XMAX缺过货 一个换天的维修正常当天就可以搞好 为什么能拖两个多月还没跟人解决 还准备再往不拖 你们团队的核心难道是 卖机第一 利润至上 售后随缘吗 粉丝买一台手机可能是他几个月省值典用 甚至半年前下来的一个积蓄 你一句缺货让人家等 导致人家两个多月都没有手机用 XMAX这个布包里 在滑枪里随便找个维修档柱 六十块钱一个小时左右就给你搞定了 你报三两块 在国内随便给一个手机维修店 应该也就三百块钱左右就能把它换好了 如果价格一样 粉丝支持你 吸引你 大老脸 寄给你的一个初衷是什么 最后想想说 滑枪里还是有很多战争热的博主 希望你们以后遇到的 每一位都是值得信任的